JSP需要用到Server的功能 Server需要把Tonkey包進來 當我RunJSP或Server類的時候 他必須也順便把Tonkey叫出來 我才可以馬上看到結果 至少我覺得在開發上會比Android簡單多 Android還要等模擬器 環境RAM太小的 CPU太低階 只用時機來跑 不然的話光等就等 而且他不需要包一些SDK 我們直接把這個環境當下來 他一一的話指的是Enterprise的版本 就是企業版 這個版大概200多Mbps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如果檔太大的話 那就是跟同學share一下 就是旁邊的同學抓到之後 用隨身碟call一下 那抓下來之後 等一下我再教各位怎麼樣做設定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一個Tonkey把它架起來 裡面的話已經有把Tonkey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環境裡面 基本上就是Eclipse的Enterprise版本 再加上一個Tonkey Tonkey我想開發JSP 大概第一首選 他會直接把它掛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只是說你要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才有辦法去練習 怎麼樣跟Server那邊做互動 那其實Server端部分 無論說你是哪一種P 反正它的原理都一樣 大部分只是說語法差異 但是那個流程上面 不外乎就是GET跟POST 這兩者 然後你可以跟動態網頁那邊要東西 要完東西之後 他會Respond給你結果 做一些互動 那如果要Database 當然也是要透過那個 像動態網頁 去跟後端拉一個資料回來 然後也是一樣Respond給你 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塞資料也是一樣 你也可以丟一個東西給他 他幫你塞到Database裡面 那Respond給你告訴你 新增成功 大概就是這樣的流程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環境快速的建起來好了 不然的話 其實光那個 搞這個環境 恐怕 又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 所以 因為我的時間 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 光各位已經打包 等一下跟各位講怎麼用 那你就把它當成一個Standard的 一個 反正確定可以用了 那以後你要再玩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 去改一些東西 喔